放下屠刀 立地成佛 唐朝的长安城 是当时最繁华的国际化大都会 这里宫阙林立 商铺遍地 车水买龙 人潮如涌 好一派恶闹景象 不过城里一位姓金的屠夫 却高兴不起来 因为最近一段时间 他的肉铺前门客罗雀 这几天更是连一块肉都没卖出去 屠夫四处打听 原来是城里来了一个叫做善道的和尚 在他的教化下 大家都念佛吃素了 自然就没有人来买肉了 哼 这帮人真是有病 好端端的肉不吃 非要吃什么素 还有那个叫善道的和尚 更是可恶 我又没招惹你 你竟然平白无故 断我财路 屠夫越想越气 提着一把刀直奔光明寺 今天要是不把你砍翻在地 我就不姓经 进到寺院里 屠夫怒气冲冲地来到善道和尚面前 举起刀就要砍下去 却见善道和尚面容慈祥 德相庄严 周身还有一圈佛光围绕 看到善道和尚的微微德相 原本气势汹汹的屠夫 一下子就服软了 扔掉了手里的屠刀 扑通一声 跪倒在善道和尚面前 一边痛哭磕头 一边说 大师我错了 请求大师收我为徒 我一定会痛改千非 善道大师见屠夫得度的机缘成熟 就为他讲述了极乐世界的美好庄严 并告诉他说 阿弥陀佛救度每一个众生 即使满身沙液的屠夫 只要念佛 都能往生到极乐世界 说完后 大师抬手往西方一指 屠夫扭头一看 天哪 只见西方的天空中 显现出极乐世界的美好景象 阿弥陀佛坐在莲花座上 庄严微微 无数天人菩萨 手捧鲜花 漫天花雨 其他保楼 保树 保持 保水 更是数不胜数 令人 心持神往 看到这一幕 屠夫内心震撼度影 心里只剩下一个声音在呐喊 我要往生 极乐世界 于是他高声念佛 爬到了寺院外的一棵柳树上 心满意足地纵身跳下 坠地而往 就像丢弃一件旧衣服一样 舍掉了自己 这身臭皮囊 这时围观的人群 看见屠夫的神识 从头顶出来 瞬间踏上祥云 被空中的阿弥陀佛 接引到自己身旁 整个长安城上空 响起了阵阵 清静美妙的梵音 久久回荡 在众人的注视中 屠夫跟着阿弥陀佛 往生到了极乐世界 很快便成佛了 这就是著名的 放下屠刀 立地 成佛的故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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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